对于消化细菌是智商水马视频的解读 快消品时代 不少人都放弃了思考 只喜欢甜味式的结论 对于探索事情的来龙去脉 早已失去兴趣 所以东归先生再出一个视频 来解读以下下午发布的 那个消化细菌视频的含义 第一 东归先生的视频 和某些人说的那位博主的视频 并没有什么关系 东归先生的视频 不是评论那位博主视频的 那位博主的视频 只是东归先生引出话题的影子 引出话题以后 就和那个视频没关系了 所以那个视频说了啥 人家说了啥 和东归先生的视频没关系 别人的视频 东归先生自始至终没有评价 引出来的消化细菌是智商水马这一问题 也是很多年前的老问题 最起码在2019年 东归先生写那几篇消化细菌文章之前的很多年前 这一问题就早已存在 不是什么新问题 或者也可以认为是历年经典问题 也就是说 这个问题其实和那位博主的视频 也没多大关系 只是最近一直有人在粉丝群里转发这个视频 所以才作为引子 拿来说下 第二 东归先生通篇视频的意思 消化细菌和消化系统的作用 都是被商家严重夸大的 作用只有转化安淡这一点 而且就算这一点也是极不稳定 容易崩溃的 而且副作用显著 即视频中提到的五大危害 耗氧 水质酸化 促进暴藻 消淡盐害和亚硝酸盐毒害 至于其他的分解食物残渣 分辨 净化水质 治愈病等等作用 全部都是虚假宣传 视频从头到尾是针对消化细菌和消化系统展开的 从来就没有去讨论 市面上的消化细菌是真是假 如果你觉得买到的是假的 那么请直接12315 假冒伪劣产品归他们管 什么意思 还不明白 那就再说明白点 那位博主说没说消化细菌没用 东归先生不清楚 但东归先生的视频传递的意思很明白 如果认真看了的话 就算是假的真消化细菌 活消化细菌又如何 作用是被严重夸大的 实际上 东归先生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那位博主承认消化细菌的作用 而东归先生实际更持否定态度 承认转化氨淡有作用 但危害很多 总体是否定的 这样清楚了吗 说实话 现在之所以这智商税 那智商税 就和很多人放弃思考 放弃探索是直接相关的 歹事实讲道理的来龙去脉 没人关心 懒得去看 只想看个结论 智商税层出不穷也就很好理解了